謝謝主席 我們請主委 請王主委 委員好 主委 剛剛陳歐伯委員特別提醒 不能夠有雙重標準 在中國認職 認官職 依法應該辦就得延辦 不要說只辦林毅夫不辦其他人 林毅夫該辦 因為畢竟是叛逃 軍法該辦就該辦 如果說他有在探尋回國的意願 或者是中國在放話 我想官方的立場 還是有必要講清楚 說明白 這是對的 但是不可以說 像陳委員講的雙重標準 我們也會不允許 那什麼時候會辦 你說林毅夫的部分嗎 我說今天我們大家 提出來談的這些 政協委員那個部分 其實我們在這裡已經講過不止一次了 是 所以剛剛其實很多委員的確都關心這個問題 就是現在大概篩選到後來剩32個 32個有6個案子已經結案了 目前還有26個案子的確還在繼續處理中 好 來 你知不知道台灣其實現在在中國已經設了好幾個辦事處 小兩會 小兩會 如果您指的是小兩會的話 交通部跟經濟部在大陸有設 都有嘛 交通部設了幾個 交通部台旅會 幾個 一個 然後那個 兩個啦 台旅會兩個啦 兩個 那不要搞不清楚 然後一個 然後經濟部呢 經濟部是台貿中心 多少個 兩個 十個啦 沒有 那個那個有的齁 有的是在那個 還沒有正式設置前 他們就已經先進去卡位 正式的跟那個不太一樣 好 那個那個 還沒有切身衛名就去了 呃 他們之前有 用什麼法律保障他們 所以現在透過這個小兩會的 透過那個協議 他們現在有那個比較正式的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條例還沒有設置的時候 我們照樣可以去那裡設置 設置機構啊 呃 目前就是在等我們這個法律配套完成 稍微過去 這跟經濟部以及 呃 這個交通部台旅會去跟台灣貿易中心去的 模式要有所不同 呃 一樣 他們一樣是在協議 他們一樣有協議之後才簽的 所以 有協議之後才簽嘛 對才去的 好 那為什麼我們今天非得要先給你們授權這個條例以後 你們才要去辦 呃沒有我們現在是同步進行 我們一方面把草案送進立法院 本期不認為應該同步進行 因為我不知道你們要談出什麼東西 怎麼可以就這樣授權 呃 本期問你齁 是 還是要送立法院 這個東西齁不是為了台灣到中國去的分支機構齁做的條例 這個完全是為中國來台分支機構齁 要大量的給予他們外交等等各種後免權齁 量身訂做的條例 我們要兩個配套措施 一個他們來 一個我們去 我們的機構去的時候齁 就沒有這樣的東西在保障 我們接下來會補送 現在我們會補送 那我問你齁 我們的機構去齁 對 問一下有沒有對等就好了 好 我們現在去的台灣貿易中心跟台旅會 有沒有 你現在送進來這個條例齁 裡面的 第八條所規定的給予這些分支機構這些便利措施 因為他們來的海旅會 等一下先告訴我有沒有啦 海旅會跟台灣貿易中心 海旅會跟基建商會一樣沒有這個啊 海旅會跟基建商會一樣沒有這個啊 沒有嘛 就對等啊 就是他們來的 對等沒有嘛對不對 他們來的也沒有啊 那他們現在要來你就開始要先設立這個機構 沒有沒有 所以啊我們去 他們來過去其實都不必要這個東西嘛 因為那個 而且是有白手套嘛 他們的功能是比較有局限性 他們的功能比較有局限性 那現在海旅會跟海協會這個是比較 要擴大到比較政治性嘛 啊不是比較綜合服務性 綜合服務性嘛 所以呢 不太一樣 我們什麼準領事功能 呃我們不會用 我們不會用領事來稱齁 但是事實上你就是給他 呃身份保障跟便利措施 對嘛這個便利跟身份保障措施 然後基於對等原則 就是外交豁免啊 所以啊本線清楚啦 我知道啦 是 你去對方談到這些東西以後 回來一一報告以後 我們呢 才需要在這裡面的第八條 看看第八條裡面第一項的各款 或者是第一二三 第一項的一二三四款下面的各項 詳細要奴隸什麼 你們去談 談看看你們能談出什麼來 你們能談出說我們在那裡的分支機構 有各種豁免權各種便利性 回來一條一條告訴我們 你們有什麼 有沒有管色不可侵犯 非經負責人同意不可入內 有沒有 有沒有財產免於搜索扣押執行 及徵收有沒有 檔案文件不可侵犯有沒有 有沒有談回來了 免於行事民事以及行政管轄等等 免於民事行事及行政管轄等等 這些有沒有 都談回來 如果好對等都有了 那你談幾項我們就入罰幾項 絕不可以 絕不可以對於對方來 我們基於對等要給什麼 我全部授權了以後你才開始去談 最後你談不出對等 你都還是可以例外給予他 不會 因為什麼你知道嗎 不會 因為這個對等根本沒有法則 你到底有沒有考慮對等 裡面根本沒有法則 根本就是授權你們自由新政 但是我們會注意 就一句話 就一句說是基於對等 對 怎麼可以這樣授權 法律怎麼可以這樣授權 基於對等原則 基於對等原則 然後對等原則沒有強制性 這個對等原則你們沒做的時候 我們哪裡沒辦法 我們都要到立法院來接受監督 有什麼用像今天來這裡賣一賣回去以後 我行我恕啊 委員強調的重點我們都記下來會去爭取 那你就爭取回來以後再入法 我們會努力啦 爭取回來再入法 這個是本席在這裡非常重要的提醒你 還有一點第六條 第六條的規定也有問題 除了說這個第四條第五條都有問題 因為設置分支機構的職權要處理什麼事物 要依法律規定 這個是母法裡面規定的 母法要求你特別法可以修 可是你的特別法呢必須以法律定之 以法律定之呢就是法律保留 法律保留就是要列在這上面 所以你處理的兩岸事務 包括哪些項目一定要入法 你沒有入法 這個就是未來的法律 對沒有錯 兩岸條例第六條 所要求的法律保留就是這一個法 沒有 你的第六條是概括啊 是概括處理啊 但是您聽到的法律保留 而且也不是第六條 來 那本席再跟你講你的第六條 是 這個第六條例的實在是喔 有夠讓人家覺得氣餒啦 你放水到什麼地步呢 大陸地區處理兩岸人民往來事務機構喔 經許可在台灣地區設立分支機構後 有違反本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之情勢者 主管機關得採取必要之處置 對 主管機關得喔 就是可以不得喔 也可以不必喔 一定會處理 你為什麼要用得 一定會處理為什麼要用得 因為這只是在 就放水嘛 沒有這不是放水 你就是沒有真正想要辦 沒有因為它不同的情節輕重 再來 這裡所謂的主管機關是哪裡 這裡的主管機關應該是指陸委會 因為我們前面的條文有提到 陸委會管道的項目有多少 蛤 有管道這個什麼動員 有管道這個這個叛亂嗎 但是我們會協調相關的 有管道國安嗎 沒有 我們會協調到相關的部會 所以你並不是應遵守我國 有關國安方面的相關法律 你要給他明定 你如果沒有明定 你陸委會採必要之處置 你要知道第一個 陸委會主管的項目很有限 今天陳其邁委員在這裡講得很好 他舉的這些例子 譬如說如果來這裡宣揚統一 來這裡反對台獨 來這裡監控法輪功 這些事項都不是你陸委會 全責範圍可以所謂處置 我們都可以協調 就像政協委員也是內政部主政 但是我們會協調 所以你是得協調嗎 是嗎 得協調 我們法律如果明定 你應該是主管機關 因轉請其他負責相關機構 依法預言成嗎 那我覺得這是立法基礎上的問題 好你允許這樣改 不是這個部分在討論 德不能這樣放喔 這在討論 還有不能是主管機關得為必要之處置這種問題 因為會這樣寫是有原因的 你知不知道喔 必要之處置是行政措施耶 試涉人民權利義務 尤其是相當於外交豁免的駐台機構的大陸人士 就是因為 你要給他相關必要之處置必須是法律保留耶 結果你的必要之處置 所以第六條 就是第六條啊 所以你的必要之處置 你還是沒聽懂 必要之處置 你沒有奴隸說你可以怎麼處置 你可以抓人嗎 你可以避解出境嗎 跟委員報告 你可以 你可以 這個 你這裡已經給他說 其實我了解委員的意思齁 對嘛 所以這個我了解委員的意思 有問題啦 不是 這個是 這個法律齁 替中國來台分支機構量身訂做 而且呢 大放水 就是讓他們對這個罪為所欲為 是他的情結來做出適合的處置 你就經不起考驗了啦 就是讓他可以為所欲為 不能這樣子 不是這樣子 得為必要之處置而已 還不能動用法律置諸於罪耶 好 而且是你們能做的範圍 你們能做的範圍很有限耶 是法律的部分 當然執法機關就可以去做啊 你們也不能做 行政機關就行政的部分 就做必要之處置啊 他不是授權各執法機關 自己去依法執法 譬如說真的有違法 檢察官員要一起訴啊 你們入委會為必要之處置 換句話說 可以處置的範圍 就僅限於立法院的職權 而且那個必要之處置 我覺得不能這樣解釋 只是行政措施 這個法律不能這樣解釋 那就是你不懂法律 對不起齁 我不覺得是這個樣子齁 來 本席要問一下齁 我們如果說齁 大陸來台的配偶放寬 四年就取得身份證的話 目前已經滿四年 還未取得定居的人口 的這個大陸配偶人數是多少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平均一年齁 最近這五年大概一年有一萬兩千對 所以如果從六年 現在現行的規定六年齁 縮短到最快四到八年的話齁 是 那我們估計就是說 他不會全部都定居啦齁 平均一萬兩千對裡面大約有八千對左右 是定居 我從寬啦 我可能算到九千六百對 對 就平均大約八千對 對 但最多的影響就是大概這兩 就大概兩萬左右 馬上啦馬上就是三萬三千零四十個人 兩萬四 因為一年一萬二 三萬三千零四十個人 你當年度的不能算進去 因為當年度他本來時間到本來就可以申請 已經滿四年的啦齁 已經滿四年的就是三萬三千零四十啦 我們扣掉一年 算到二零一六扣掉一年齁 九千六百八十七的話齁 大概我們二零一六年三月以前 具有身份證取得資格的人數齁 會增加八萬八千八百七十三個人 加上原來已經取得定居的配偶人數是一萬零 是十萬一千一百五十九個人 加起來就是二零一六年總統選舉 可以投入選舉的大陸配偶的人數 將有十九萬零三十 我們算出來數據沒有那麼多 這個是依據你們給我的數據算出來的 不是不是我們內部有算過 就是你們給我的數字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十九萬沒關係 這個數字我們可以接收公平 因為是你們給我的數字 這是你們打的字 來本席要告訴你們的 還有下一波 下一波內政部回答我一個問題 好不好我一分鐘 就是說 如果我們現在在增加不在籍投票 我們在大陸的台商 如果他們在選前合法的時間之內 為了說要取得不在籍投票的 這一個投票權 他們有權利爭取他們的公民權 為了要投票 他們把他們的戶籍簽到金門跟馬祖 到時候我們要在金門跟馬祖 設投票箱給他們投嗎 如果不在籍投票 對 跟他們戶籍沒有關係 所以他可以在任何一個地方申請 這個 所以他們都可以在金門馬祖申請投票嗎 也可以 那你們有沒有做好準備說 到時候金門跟馬祖 會有多少投票人口暴增 這個我們都在評估當中 你現在評估是多少數字 現在還沒有 因為從來沒有實施過 所以不想說多少人會 你沒有評估 你怎麼知道你要不要做不在籍投票 因為你現在告訴我們說不會擴及台商 不會擴及海外 但是本席剛剛講的金門 從小三通回來投票 那是非常方便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違背你們原來不擴及台商不擴及海外了嗎 對不對 就違背你們的這個原則 那如果這個數量是很龐大的 假設說他有四十萬人五十萬人 突然暴增四十萬五十萬的選票的話 你們的預估如果預估到這裡的話 有沒有違反你們的原則 是 謝謝委員 事實上 這種情形不會出現 因為最主要就是福建那附近的人才會申請到金門 其實很希望就是說 台灣有非常公平而且良性的政黨競爭 我們都很願意去接受選舉的成敗 然後理性的去競爭 我們實在是很擔心說 這個政府就是千方百計 用各種手段 希望你們能夠 占盡便宜在選舉的時候就不戰而勝 我們是希望這種事情不要出現 不會謝謝委員 不會謝謝 謝謝 謝謝